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吗? 一个人作为受害者在法庭上作证, 而另一个人却坐在被告席的辩护律师旁边。 更绝的是,当一个哭起来的时候, 另一个也跟着抽气, 这情绪同度率简直比连体婴儿还高。 有人说这是宇宙出了故障, 但其实答案很简单, 这是一对同卵双胞胎。 今天怎么案件的主角, 正是一对韩裔美国双胞胎姐妹桑妮和吉拉罕。 说起双胞胎, 可就不得不提20世纪60年代 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心理学研究了。 当时,一群科学家脑子里不知道抽了什么疯, 竟然想通过分开抚养双胞胎婴儿 那研究精和环境对人的影响。 这些科学疯子把双胞胎婴儿 分别放在不同的受养家庭里, 然后像看猴戏一样观察他们的发展, 结果可想而知, 这项研究不仅不道德, 还害得不少人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了点啥, 却又说不上来到底缺啥。 有个倒霉蛋就是这项研究的小白鼠, 等他知道自己有个双胞胎兄弟时, 发现他们俩简直就是平行宇宙里的自己。 这两兄弟不仅仅是习惯一模一样, 连球衣号码都能撞上, 这概率比重彩票还地板。 最后, 这项研究害的两个人自愿去见了阎网, 还毁了不少人的生活。 案件要从1996年8月20日说起, 那天, 美国奥兰芝县的一个住宅区, 突然接到了一个911报警电话, 电话那头说, 有两个不明身份的男子, 闯入了一套有两名女学生居住的公寓, 这可把警察给吓了一跳。 要知道, 这可是大白天呢? 一名警察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 正穿过停车场往大楼冲, 突然偏近一览蓝色野马汽车停在那儿。 这本来没啥稀奇的, 但警察一看车里坐的人, 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 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寒谷女子, 旁边还有个年轻小虎, 警察下意识地把这位野马女郎的样子 记在了脑子里, 黑发白肤, 棕色眼睛。 谁知道这个无心之举, 后来竟然成了破案的关键。 就在这时, 警察的对讲机里传来一声急促的呼啸, 说是676号公寓需要支援。 警官立马撒鸭子就跑, 那叫一个风驰电撤啊。 他压根没听见身后那个野马女郎喊的话, 我是桑尼涵, 我住676号公寓。 警察赶到正确的楼层时, 应急小组已经破门而入了。 只见一个肇事者像条死鱼似的趴在地上, 两个受害者正哆哆嗦嗦地试图把腿上和头发上的胶带弄下来。 这两个女生都是二十出头的韩国留学生, 看起来吓得不轻。 警察走近一看, 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黑发白肤, 棕色眼睛, 这不就是刚才在车里看到的那个野马女郎吗? 他问了我女生的名字, 结果这位受害者居然说他叫桑尼涵。 那一刻, 警察的脑袋都要讲了, 这是早回事。 难道人还能分身不成? 咱再往前道道这俩姐妹的故事。 桑尼和吉娜涵在五岁的时候才知道对方的存在。 原来, 这对富之陈铁姐妹俩一直住在同一个城市, 只是他们的父母离婚后, 打姐妹俩给分开了。 三岁的桑尼跟着妈妈, 吉娜跟着爸爸。 后来, 韩先生遇到了新欢, 就把吉娜送回了她亲妈那儿。 这下可好, 姐妹俩终于团聚了, 但他们的生活可一点都不像童话故事。 这对姐妹的妈妈, 咱们就叫她韩太太吧? 她简直就是神经妈妈的代表。 她经常把女儿们锁在家里, 冰箱里就留一盒鸡蛋, 然后人就不见了, 一走就是好几天。 这两姐妹只能抱团取暖, 互相安慰。 谁能想到, 这种求实式的姐妹情, 后来会变成你死我活的仇恨呢? 韩太太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毛病, 欠了一屁股债。 她在韩国的桃花运也不怎么样, 找的男人都不靠谱。 之后, 这位神经妈妈一拍脑袋, 决定带着两个女儿移民美国。 美其名曰, 重新开始, 其实, 就是桃债。 结果到了加州, 这新生活比在老家的时候还糟糕。 她们没钱, 在加利福尼亚谁也不认识, 又不会说英语, 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坐在家里, 不知道干啥好。 韩太太也开始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等这俩姑娘13岁的时候, 妈妈决定把她们扔给住在奥兰智县的妹妹。 她就这么把俩孩子扔在人家家门口, 介绍了一下就开车走了, 去过自己的日子。 双胞胎有时候会为彼此做任何事, 可有时候又能为了比对方强啥都做得出来。 扫尼和吉拿就是这样, 这俩姑娘在同一个班上学, 都是尖子生, 可还互相结肚地要命。 她们觉得老师表扬其中一个更多, 阿姨更喜欢其中一个, 反正少好时都是一个战呢, 另一个就只能减剩下的, 在学习成绩, 男朋友, 外貌这些方面, 她们都是进军对手, 而且吧, 啥事对桑尼来说都容易, 她容易交朋友, 考试容易的高分, 可吉拿也不劳后啊, 她花更多时间准备功课, 就为了不让桑尼超过她, 她啥都要比姐姐强, 可就有一件事她没招, 那就是成为妈妈的最爱。 也不知道为啥, 韩太太就是更喜欢桑尼, 偶尔来看女儿的时候, 她也花更多时间陪桑尼, 这对双胞胎姐妹, 从小就跟两只斗鸡似的, 整天你争我斗的。 在学校里, 她们都是有等神, 但却互相极度地要命, 总觉得对方比自己更受老师喜欢, 更受阿姨宠爱。 这种竞争, 从学习成绩延伸到男朋友, 再到外貌吸引力, 简直无所不报。 在吉纳看来, 桑尼就是了天选之女, 什么事都来得容易。 而桑尼呢, 为了不让吉纳超过自己, 可是绞尽脑汁。 21岁那年, 吉纳以优异的成绩, 高中毕业, 加入了美国空军。 但没过多久, 她就发现自己可能选错了行当。 军队的生活可不是闹着玩的, 每周六天高强度训练, 跑步, 俯卧撑, 升蹲, 样样不少。 这对于没准备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更别提还有军事训练, 战斗可乘, 野外生存训练等等, 士兵的生活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眼上测色的时间都是固定的。 吉纳觉得, 这哪是保卫国家的自由, 分离是剥夺个人自由嘛。 最后, 吉纳使说要杀手锏, 他找到一名高级军官, 宣称自己是非传统性取向。 他之前是不说父亲生病, 但军队根本不吃这一套, 从经书上讲, 他也可以逃跑, 但那样就得面对军事法庭了。 所以, 公开宣称自己性取向, 成了他离开军事基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其实, 吉纳跟LGBT群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想脱离苦海, 重获自由, 这招苦肉计, 使得比孙子兵法还高明啊。 离开军队后, 吉纳找到了一份在渡场的工作, 年薪两万美元, 但这只是基本工资, 大部分钱都是靠小费赚的。 为了增加输入, 吉纳决定在下班后试试运情, 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小时就把当天赚的钱全输光了。 第二天, 刚下班, 他就想把钱赢回来。 哪能老输啊? 他这赌博饮食越来越大, 每天早上都跑去ATM机取钱, 晚上就去下注, 最后, 说得比正还多。 而另一边, 桑妮这个妈宝女, 获得了利福大学的奖学金, 大学毕业后, 过上了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生活, 住高档公寓, 开白色宝马, 穿名牌衣服, 男朋友帅气多金, 朋友圈子广阔, 至少在社交媒体上是正显示的。 吉纳看着姐姐的照片, 心里酸得跟吃了一万个柠檬似的。 那么桑妮有想过她的双胞胎妹妹吗? 高中毕业后, 她们的路就分叉了, 很少说话, 也不打电话, 因为桑妮忙着打造自己的完美生活。 这跟吉纳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时候的吉纳因为盗窃已经经过好几次戒狱了, 欠了一屁股赛, 还染上了赌博, 觉得自己比姐姐差远了。 吉纳觉得, 如果她比桑妮早出生五分钟, 现在过着这种人生赢家的生活的就是自己了。 在韩国文化里, 年龄大的人总是更受尊重, 即使只早生五分钟。 吉纳认真地认为, 她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桑妮。 这想法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 但在吉纳看来, 这就是事实, 她们有着相同的基因, 相同的长相, 唯一的区别就是名字。 所以从技术上讲, 她觉得自己也有权过那样的生活。 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成为桑妮就行。 1996年8月2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 吉纳准备执行她的夺命计划。 她找到了两个微成也的小混混, 16岁的阿奇·布莱恩特和15岁的约翰·西亚特。 这两个小萌星很容易就被说服去犯罪, 吉纳承诺给他们每人100美元。 他们提前买好了胶带和绳子, 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把枪。 19岁的海伦正懒洋扬地躺在她和室友合租的公寓沙发上。 此时门铃响了, 可她不想让人寄来, 因为她室友在洗澡, 自己也不想见任何愿。 可好奇心作祟, 海伦还是走到了门口, 偷无补理看了一眼。 原来是个卖杂志的寿年, 几个小时前她就来过。 显然她是忘了啥东西, 海伦轻轻打开门, 想告诉她一声, 这时候才发现旁边还有个人。 海伦说他们啥也不需要, 正要关门的时候, 杂志掉地上了, 两个猫头小子一下子就冲了进来, 把海伦推进了屋里。 海伦那小声板, 哪惊得且这折腾, 开始尖叫着想往旁边房间跑。 可这俩小子动作快得很, 一下子就把她撞倒在地。 她感觉到左边太阳穴有根冷冰冰的金属, 原来是一把枪顶在她头上, 还被秘密安静。 海伦随后被绑起来了, 嘴也被长长的胶带封住了, 想叫都叫不了。 被绑着的海伦听到这俩小子谈话, 一开始还以为是入室盗窃, 后来又觉得他们要侵犯自己。 结果呢, 人家要找的是她室友。 与此同时, 另一个女孩洗完澡出来, 听到了海伦的尖叫, 这女孩也机灵, 赶紧穿上的衣服, 把耳朵贴在门上。 听到另一个房间有两个男人的声音, 吓得赶紧从床上抓起手机, 又跑回浴室, 用颤堵的手指把门堵住。 然后, 拨打了911, 向调度员报告了这次袭击, 可刚挂电话, 门就被猛地撞开了。 闯路者把她从浴室拖了出来, 开始绑她。 海伦瞅准机会想逃跑, 可这俩家要动作更快, 其中一个冲不去拦住了她。 一开始, 两个女孩被脸朝下放在床上, 然后闯路者好像有赶着注意, 把他们拖进了浴室。 这老师有并排坐着, 吓得直哆嗦, 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杀了。 他们被特意带到的浴室, 只是为了不让雪溅到床上。 这时候, 其中一个家伙对另一个说, 他们的下去告诉吉娜, 三爷在他们手里。 实际上, 吉娜现在本应该是在监狱里的, 她咋还能组织人袭击她的双胞胎姐姐呢? 至于为什么会在监狱? 你听我慢慢说, 咱先说说这俩姐妹的童年。 寒假父母在孩子们小的时候 确实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行为, 可他们不知道有个叫双胞胎反应的概念。 就算分开了, 如果一个女孩生病了, 另一个也会不舒服。 双胞胎之间的这种独特练习, 有时候会以很黑暗, 很扭枝的方式表现出来。 有些心理学家说, 双胞胎甚至有时候会对彼此产生强烈的愤怒和怨恨, 还有可能产生一种隐藏的仇恨和伤害对方的欲望, 就好像伤害自己一样。 之前也提过, 吉娜从军队出来后, 那日子过得叫一个乱七八糟, 在赌场工作打所有的钱都输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大概有四万美金, 这些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 这还不算完, 吉娜还有酗酒的习惯。 有一次从叔叔那儿偷了一大笔钱, 结果进了监狱, 被判处十天监禁和三年还行。 出役后, 吉娜向姐姐求助。 桑尼让他先住一段时间, 双胞胎又团聚了, 甚至还找到了一些共同点, 但这和平没吃食多久, 姐妹俩又开始吵架, 经常一打架收场。 又一次吵架后, 桑尼威胁要把妹妹逮出去, 吉娜慌了, 因为她根本没地方可去。 于是她翻姐姐的东西, 找到了信用卡, 护照, 还偷了车钥匙。 结果因为姐姐报了警, 她又进了监狱, 吉娜因为盗窃被逮捕, 判处六个月监禁。 在圣地亚哥坐牢的时候, 吉娜每天可以离开监狱几个小时, 她就利用这个机会找姐姐报仇。 吉娜没什么厉害的关系, 故杀手又要钱, 她就找那些能亲于说服的人犯罪。 这是刚刚提到仅花了一百美元, 就请回来的阿奇·布莱恩特和约翰·西亚特。 可一旦和被抓的女孩单独在一起, 他们就明显慌了, 吉娜在居民区停车场的一辆租来的爷妈里等着。 约翰·西亚特下楼, 坐在副驾驶座上, 讲述发生的事情。 她很不高兴, 因为桑尼不是一个人在家。 就在这时, 警察出现在了居民区的院子里, 因为桑尼被绑住前就报了记, 警方很快就解救了她和室友了。 第二天, 桑尼出庭坐镇, 指控她的双胞胎妹妹吉娜共谋伤害罪。 但桑尼的状态非常不好, 说话语无伦次, 穿着像睡衣一样的衣服, 看起来就像是宿罪未醒。 她解释说, 自己昨天和妈妈大吵了一架, 又和男朋友分手了, 心情糟糕到想自杀, 于是她去药店买了三包安眠药, 用啤酒送服, 知道失去意识。 如果说, 双胞胎反应要求他们感受彼此的痛苦, 那么当桑尼在中诊监护士康复时, 吉娜应该也经历了严重的痛苦吧。 但这对韩式双胞胎, 似乎和正常双胞胎不太一样。 当一个人过得好时, 另一个人一定过得不好, 就像是命运给他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不让他们同时幸福。 审判期间, 公众分成了三派, 一派认为吉娜是邪恶双胞胎, 桑尼是善良天使, 另一派则支持吉娜, 把一切归咎于她那坎坷如狗的生活环境。 还有一派干脆认为这对双胞胎都是神经病。 最疯狂的是, 即使吉娜因过谋伤害罪被捕, 她还在用桑尼的名字。 警察问她叫啥? 她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桑尼汗, 以至于后来在法庭上出现了一场闹剧, 两个女孩都辞成是桑尼汗, 这下可把法官和陪神团给整蒙了。 因为以当时的技术, 连DNA测试都派不上用者, 因为这对复制粘体的基因完全一致。 桑尼的过去也被挖了出来, 原来这位乖乖女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在成功完成血液后, 姐妹俩的人生道路开始分叉, 渐行渐远。 吉娜签了军事合同, 桑尼则进了利福大学, 但最后却从大学退学了。 原来在与吉娜分开后, 桑尼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唯一关心的就是怎么跟上了一些富二代的步伐。 桑尼开始在周末神秘失踪, 朋友们还以为她交了新男朋友, 谁知道她其实是在林真的酒吧当舞者。 她无法接受自己比其他学生差的想法, 结果越陷越深, 最后失去了奖学金, 从大学退学。 从那以后, 她的人生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一路向下狂奔。 从那时候起, 她还因为偷了朋友的信用卡去购物而被捕。 她买了名牌内衣, 鞋子和太阳镜, 花了几千美元, 被捕后还死不成人, 坚称是朋友给她的塔。 这招死鸭子嘴硬的功夫, 和吉娜如出一辙。 虽然双胞胎姐妹在毕业后正式分道扬镳, 但她们继续过着平行的生活, 犯下了惊人相似的罪行。 此时, 韩裔美国人社区团给法官写了一封信, 请求对吉娜从亲发落。 他们称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 是韩国文化的一部分, 而美国警方却把这事给戏剧化了。 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桑尼也开始支持她的妹妹, 吉娜。 桑尼第一天作证时, 还是作为关键证人指证吉娜, 但在过程中, 桑尼开始改变她的说法。 桑尼告诉法庭, 她不相信妹妹吉娜是有意伤害自己的。 吉娜自己也解释说, 自己只是想从公寓里取回点东西, 但桑尼不想让吉娜来, 吉娜觉得自己被姐姐抛弃了, 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于是决定给桑尼一个教训, 派两个男孩去绑住桑尼并吓唬她一下, 策划公寓袭击事件的两个男孩, 是这个案件中最神秘的部分。 阿琪父子看守, 因为她有枪, 她命令约翰去把在车里等待的吉娜找来。 当约翰跑开时, 阿琪决定趁机拿点值钱的东西, 她开始翻箱倒柜, 拿走了一些贵重首饰和一小笔现金。 当约翰到达停车场的野马汽车时, 她和吉娜看到警察来到了房子前。 此时, 警察接到了一个无线电呼叫, 吉娜听到了姐姐公寓的号码, 于是她向警察喊道, 我是桑尼, 住在676号公寓, 但警察走得太快, 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阿琪还在学生公寓里, 不知道警察已经到了, 直到有人敲门。 她以为是约翰和吉娜回来了, 打开了锁, 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四个持枪准备好的警察。 经过一阵混乱, 阿琪猛地关上门, 冲向紧急出口, 正好陆入在那里等待的执法盖元守住, 而吉娜和约翰却消失了, 他们在路上看到一家银行, 于是, 从桑尼的账户里取出了5000美元, 然后前往一家汽车经销商处, 想买一辆价值4万美元的日产车。 吉娜最初的计划是开车去墨西哥, 买一张机票, 飞往韩国, 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 她的计划在购买新车时开始瓦解, 在填写信用申请表时, 她以桑尼的身份回答问题, 然后她又忘记了, 开始回答关于自己的问题。 化掉并重新醒, 销售开始质疑, 一个人怎么会忘记这些事情呢? 所以, 经销商告诉吉娜他们需要等到明天, 但吉娜没有时间等, 所以吉娜和约翰前往租车公司, 归还了蓝色野马汽车, 并试图租一辆新车, 而他们坐在租车公司的沙发上时被逮捕了。 有两个因素使得这次审判有点棘手, 首先, 吉娜一直坚持说自己是桑尼寒, 其次, 阿琪和约翰是未成年人, 阿琪16岁, 约翰只有15岁, 吉娜当时23岁, 他们在袭击前两周才认识。 不久后, 吉娜站在法庭上, 眼神中透露出复杂的情绪, 有愤怒, 有委屈, 还有一丝迷茫, 他就像一个迷失在黑暗中的孩子,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而桑尼呢, 坐在正人席上, 内心也充满了矛盾, 他且对妹妹的行为感到愤怒, 又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 法庭上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仿佛一根绷紧的弦, 随时都可能断裂。 众人都在等待着车厂姐妹之争的最终结局。 最终, 在1998年5月, 吉娜汉被判定犯有共谋谋杀未遂罪, 被判处26年监禁, 阿齐布莱恩特作为未成年人, 被判处14年监禁, 后来被假释出狱了。 15岁的约翰西亚特被判处8年, 最终只服刑4年, 因为他没有用枪威胁女孩们, 只是闯入了别人的家。 在监狱里, 吉娜获得了社会与行为研究的副学士学位。 2017年, 吉娜获得假释出狱, 然后回去照顾年迈的母亲, 你说讽不讽刺? 母亲最爱的是桑尼, 最后却是吉娜在照顾年迈的她, 而当被问及桑尼时, 年迈的母亲直言, 她可能已经死了。 事实上, 在吉娜入狱几年后, 桑尼就因提供私密服务而被捕, 后面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结束了, 说个总结了一下, 吉娜的行为虽然极端, 但也让人不禁思考, 到底是什么让她走到的这一步? 是童年的创伤, 还是生活的压力? 又或者是那无法控制的极度之心? 这对双高胎姐妹的故事, 就像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人性的复杂和脆弱。 在这个优惑的世界里,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 如何处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呢? 案件的结局或许并不完美, 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选择, 而亲情, 往往是我们最见识的后盾, 但当亲情被极度和怨恨所侵蚀时, 我们又该如何挽回呢? 就像这对双胞胎姐妹, 他们曾经是彼此最亲近的人, 如今却成了敌人。 这其中的教训,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生死, 也给了一些为人父母者提了个醒, 生了孩子救得好好养, 别像这罕家父母似的, 把孩子扔来扔去, 搞得孩子心里都扭曲了。 同时, 也让我们明白, 人生的路的自己走, 可不能像这俩姐妹一样, 被欲望牵着鼻子走, 最后落得个悲惨下场。 咱可的吸取教训, 别重蹈他们的覆辙,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珍惜身边的人, 别让亲情变成仇混的导火所。 视频最后, 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鼠哥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泄入麻烦的人, 任何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